各位麦子学院的网友大家好 欢迎学习HTML5绘图的课程 那HTML5绘图呢属于HTML5里边的一部分 那这个课程呢只给大家讲HTML5绘图的这个API 那这一小节呢我们看HTML5绘图的基础 在HTML5以前的时代 前段开发者是无法在HTML页面上画出动态的这个图片的 那如果要像在前段页面画出动态的图片 我们就需要服务器就是后端的服务器来生成什么的图片 不断的改前端的这个图片 这个DOMDOM的SR来改这个什么的图片 这样才能做到什么的动态 但是HTML5的出现 就HTML5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 HTML5出现增加了一个Canvers的一个元素 增加了Canvers元素 这个元素呢相当于一个画布 我们通过Canvers可以得到一个CanversRenderingContextRD这样一个对象 那这个呢就是HTML5也就是JavaScript提供的一个对象 那这个里边呢就封装了很多画图的API 比如说有画线的画矩形的等等 提供了这样的API 那HTML5我们主要的话图主要就用什么呢 这个对象 它提供的API来完成什么呢 画图 所以学HTML5的这个画图主要学这个对象的里边方法的这个方法属性的用法 那我们再看如何在HTML5上进行画图 分为三步 我们第一步要得到Canvers的DOM对象 那Canvers呢就是个HTML5的标签 它由YS hat这样的属性 你把它当成一个空白的画布 我们第一步要得到它的什么呢 DOM对象 第二步我们就要用Canvers对象的GetContext的方法 就得到一个CanversRenderingContext的对象 那么第三步我们就要用这个对象的API来进行什么呢 画图 好那么接下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给大家看一下 在写这个程序之前呢 首先给大家讲 我们学HTML5画图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一个API大家去参考 比如我打开这个 打开我们的这个火狐 就是我们做画图呢 经常会 HTML5的参考手册呢 经常会用到一个W3Sgoo的一个文档 好我们搜索一下W3Sgoo 好再下教程 这个网址呢 是W3Sgoo.com.cn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HTML5的这个教程 这个教程里边呢 其中有HTML5画图 画布 那给大家讲什么是Canvers Canvers元素 然后以及如何来画图 都有相应的内容 好吧 内容稍微放大一点 好那我们现在写第一个画图的程序 我们用到的开发工具呢 我用HBuilder 那大家呢可以使用那个呃 大家可以使用呃像机式本呀 Dreamover呀 别的器都行啊都无所谓 这地方我使用HBuilder 好我们新建一个web项目 web项目呢我们叫HTML5 Canvers 好 finish 好我们打开这个项目 这儿里边有个默认的index HTML 那这个呢就是HTML5的一个结构 那么再踏上进行画图 首先呢我们在body里边给一个 Canvers 比如说给个ID 叫Can 我们可以gevice 比如说是400像素 height 300像素 好给他加一个行列 样式style border 1px 然后呢是 00 实现 marge 30px out 把它集中对起 好我们先用行看一下这个画布 好我们用火呼吁来 哎没有剧 没有剧中 marge 30px out 没有剧中啊 好没有剧中不管他 好保存一下 那么再看如何画图呢 我们这儿提供 script language javascript 好呢 这个呢有两个方式 本来我们画图要把这个script 写在这个 convers底下 因为页面加载 它是从上往下加载 好 这地方我们就可以写 对面的代码 那第一步呢 我们是要得到 convers的这个对象 那么就是 dom对象 var can 复制于 document getelement byid 这个id呢 我们就要看 得到convers对象 那第二个对象 我们叫 cxctxcontext 好 复制于cn.getcontext 这里边只能传一个rd 好这样的话 第二步就得到我们的 嗯 carus rendering context 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调用这个对象的 api进行什么呢 画图 那么现在调用一个 ctx.filestyle 给个颜色 警号 那比如说我们给个 灰色 ccc 给个灰色 ctx.file 好 这地方有四参数 第一个是横坐标 50 纵坐标 50 宽度100 高度60 画个矩形 好 我们运行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结果 上套我们就在这个画布上 画了一个矩形框 这是一种的这个 一种方法 那么再把这个呢 复制一下 copy一下 好 复制一下 那么再新鲜一个文件 itmark文件 我们叫 index 二 好 cntr v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我把这个script呢 我们写在这个hand里头 把它写到一个函数里头 function init 好 把它cntr x 那什么时候注意 页面加载 只有把这个dom 这个dom对上加载完以后 我们才能得到它 所以那我们在body里边给一个unload init 这样也可以 那这个呢 比如说把它变成红色 f00 好 保存一下 好运行 好 这样就变成一个红色的矩形框 好 这一小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给大家讲画图的最基本方法 基本方法就是 我们在界面上给一个canvers元素 然后通过得到canversdom对象 通过canversdom对象得到canversrenderingcontextrd 然后调用它的相应的API来进行画图 那后边课程我们详细会给大家讲 这里边具体方法的这个用法 好 这一小节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